早安 莫 corrections 各位早晨,我是黃獻河 保留員局的一間有致院 校長涉嫌粗魯對待一個學生 保留員局將校長停職並報警 涉及的是保囊局朱里悦华幼稚园企幼儿园 保囊局说星期一晚接获社署通知收到投诉 说那间幼稚园的校长怀疑不恰当对待一个学生 局方之后翻查白露电视片段 发现校长上星期四处理一个高班学生的情绪表现时 有一两下拉起动作较为粗劳 局方说非常关注事件 不会容忍任何不恰当照顾幼儿的行为 预货署公布日前在有马地一间店铺里 检出的肉类样本证实含有猫的基因 涉事的食材店并没有营业 有附近居民说有政府人员昨天早上 曾经到场拿走一些物件 那间店铺早前被华尔收卖 华尔猫肉丶狗肉 预货署接报之后检出样本 证实含有猫的基因 说准备提出检控 根据猫狗规例 售卖、食用或管有猫狗肉都属于违法 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 食环署就说将会根据食物业规例 检控管有人未获准许 储存冷冻或冷藏已供出售的肉类 暂停三年的港澳人士 台湾自由行申请下星期开始恢复 并要经网上申请入台证 至于大陆旅行团和个人友就仍然未开放 台湾下个星期一上周九点起 恢复受理港澳人士赴台自由行申请 以至去年11月实施的团体签证就不再接受办理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根据对疫情的判断 然后做渐进式的开放 中间有大陆这边突然完全解封 那造成一个我们对疫情判断的不确定性 香港方面的措施跟数字在我们看来是比较透明跟开放的 所以我们会在今天宣布 其实应该要早一点 但是相关的机制我们要把它做得比较完备 所以抱歉让大家 很多香港朋友没办法到台湾来过情人节 至于何时开放大陆旅客 以旅行团或者个人游去台湾 陆委会就说会按疫情决定 港澳永久居民网上申请自由行去台湾 所需资料同疫情前商约 无论是不是港澳出世 过往又没有去过当地 也都可以经指定网上平台 填写护照号码 入境目的 在台地址等 审批之后列印子本的入台证 入境的时候出事就可以 至于落地签证会不会恢复就没有公布 有本港旅行社说 新措施未必对生意有很大帮助 台湾下个星期一起也放宽防疫措施 除了医疗机构、老人院、公共交通工具等 指定场所 出入大部分室内场所都不用戴口罩 不过入境仍然有零加七的安排 旅客虽然无需居家检疫 但头八日在台湾的公众地方 也都需要戴口罩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被问到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 如果申请自由行到台湾会不会被拒 陆委会说并不是单纯批出签证的问题 以协助陈同佳去台湾自首家立法会议员管浩明 说死结在台湾不批准陈同佳入境 陈同佳2018年涉嫌在台湾杀死同行女友潘晓荣 回香港之后因为盗用女友金钱被捕 陈同佳曾经在警戒之下承认杀人 最后香港法院判他洗黑钱罪成判囚29个月 台湾下个星期一恢复港澳人士自由行申请 有传媒问陆委会 如果陈同佳申请自由行来台会不会被拒 陈同佳来台投案 并非单纯批出签证的问题 那还涉及双方管辖权以及相关公权力的行使 那为确保本案后续侦查审判的顺利进行 希望港府务实回应我方提出的司法护助请求 一直协助陈同佳赴台自首的立法会议员管浩明说 死结是台湾不批准他入境 无论通关不通关都好 只要台湾当局他愿意给签证 或者是不禁制佳仔回去的话 我相信这件事情都可以原本解决的 他说陈同佳到台湾自首的意愿仍然无变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均报道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传召中国大使 就中国海警船被指在南海 向飞方保级舰艇发射军用级激光事件 表达严重关切 中方就说两国已经就事件进行沟通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 星期二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溪连 就今个月6日 由中方海警船 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人外交水域 使用军用级激光 照射飞方海岸警卫队捕级舰艇的人员 导致船员短暂失明 以及中方对飞方的海岸警卫队和渔民 采取日益频繁和激烈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菲律宾外交部也向大使馆发出操持强硬的外交抗议 谴责中方海警船跟踪、滋扰、危险感驶近飞方捕级舰艇 以军用级激光直接照射飞方人员 并以非法广播发出挑战 要求飞方船隻离开有关水域 形同威胁菲律宾国家主权和安全 侵犯飞方在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主权和司法权 外交部又说中方在人外交上和周边范围 或者飞方任何专属经济区范围都是没有执法权 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 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 和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的裁决 确保他们的船隻停止向飞方船隻作出挑衅行为 外交部又重提小马可斯上个月初访问中国 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 同意通过外交和对话管控海上分歧 认为中方船隻的举动令人不安和失望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就说 王溪连已经回应小马可斯 就怎样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加强对话和沟通 拖善管控海上分歧交换意见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 中国海警操作专业 两季应就事件进行沟通 我们想再次强调的是 中国海警现场操作专业克制 中非日前已通过两国外交部建立的涉海沟通机制 就此进行了沟通 目前有关海域总体平静 他又说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美国一手炮制 完全是政治闹剧 所谓的裁决非法无效 不会对中方在南海的权利主张产生任何影响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仪报道 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多国海军联合演习 昨日结束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尖 在军演的最后一日 登上巴基斯坦船艦视察 今次军演由今个月9日开始 在卡拉奇附近海壁进行 超过50个国家的海军参与 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艦 南陵艦也仍要参加 军演包括联合反海道 反恐 海上补给和守购等的项目 并举行国际海事会议 专业研讨交流等的活动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 宣布竞逐2024年总统大选 51岁属于共和党的克利 在印度移民后裔 曾经担任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 是当地第一名女性 和少数族裔州长 她亦是第一个正式挑战前总统特朗普 各族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她曾经多次表态 如果特朗普参选 就不会和她竞争 不过近期改变想法 认为美国经济 需要透过世代更替来解决 被指暗示总统拜登 和特朗普年纪大 克利在参选影片中提及 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发展 以为可以欺负美国 但她不会容忍霸凌 克利过往对话立场强硬 有美国传媒形容 她是北京政权的激烈批评者 明报社评 有线欢频旗下有线电视或政府批准 提前加环收费电视牌照 6月1号起终止收费服务 放眼世界 收费电视业务萎缩乃是大势所趋 有线电视加环牌照 带有一个时代终结的味道 同时亦都为本地免费电视竞争 揭开新一业 流行文化产业发展何去何从 引起人关注 有线电视以兴栏珊 爱因面对激烈竞争 规损严重 不着于商业理由 来个壮事断臂 退出收费电视业务 在当今媒体市场激烈竞争 白业化时代下 若果明知现行经营模式脱节 仍然死守落去 只是死路一条 若果肯求变 至少有机会拼搏出一条生路 大公报社评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香港要走紧通关梁机 聚焦全力拼经济 加强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紧密联系 共同推动大湾区发展 事实上 全国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大湾区内地城市 澳门和内地其他省市 都在积极寻求加强和香港的合作 香港要继续积极作为 更加主动对接加强合作 促进高质量发展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连升两个交易日之后 有一个月最高回落 曾经跌超过400点 而纳斯达克指数就靠稳 导致收市报 34,089点 跌156点 表述500指数 报4,136点 跌1点 美国上个月消费物价数字参差 按月比较加快上升 大按年比较升幅 持续收窄 市场就预期联邦储备局 将会继续加息 美股受影响 导致表现反复 上周早段升85点之后转跌 上周后段跌418点 跌1.2% 其后跌势减弱 收市跌156点 主要股分类别普遍下跌 其中房地产股的表现比较差 非必须消负品股就有买盘 印度航空向波音购买220架飞机 美国总统拜登形容是历史性交易 波音股价升近1.3% 是表现最好的导致成分企业 饮品生产商可可可乐 上季营业收入多过市场预期 今年全年营业收入有望高过预测 公司表示 今年将会继续调高汽水价格 可可乐股价跌近1.7% 跌幅是导致成分股当中第二大 著名投资者索罗斯奇亚基基金 上季增持超过两倍电动车製造商Tesla股份 Tesla股价升7.5% 酒店营运商万豪国际 上季营业收入和盈利都比预期多 今季营业有望继续高过预测 公司股价升近4% 纳斯特克指数年升第二日 收市报11,960点 在一个星期以来最高收市位升68点 升幅大约0.6% 无线电视机者尤家辉报导 又来到中华略境时间 内地的一位烈士画像公益活动 最近成就更新一对恋人 在分开70年之后重逢 一起见证感人的音乐 85岁程大梅接过戾人 抗美援朝烈士王富胜70年前的画像时 用双手反覆虎摸画框 同样是江西洛平人 王富胜1953年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宴赴抗美援朝战场参加战斗 不幸牺牲 年仅21岁 程大梅一直遗憾母同对方合照 幸而在2021年 王富胜的唐侄孙通过多方寻找 得知王富胜被安葬在朝鲜开园烈士领园 把这个信息当时就跟奶奶说了 我说奶奶 我说可能大爷爷的遗像 可能就要到星期六的下午 就要送到家里面来了 奶奶说那太好了 这个也是我们足足备备的家里的一个荣誉 所以我们一家人 所有人在家人都要出来迎接 就是说在外面现在还没回来 打电话就早点回来 帮助程大梅愿的是 为烈士画像公益活动志愿者而拼华 她在网络上了解到程大梅 有全家福合影的心愿 就多方打听了解王富胜烈士士绩 再联合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绘画烈士为像 当看到家属露出微笑的时候 当看到乡亲们这样风风光光的出来迎接烈士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这种满足让我看到了 大家从来没有忘记过烈士 无线电视记者陈雨桥报导 一位来自台湾的国学教授 定居安徽合肥心言 继续致力文化传承 生与台湾新竹的74岁朱荣志最深国学 32岁除德文学博士学位之后 在大学担任国文教授 他也曾任海峽交流基金会文化服务处处长 10年前他和现任的太太 在安徽合肥相识 从此定居合肥 并且成立文化会馆 从事国学研究和举办讲座等等 我们的老祖宗几千人来所流传下的孔梦老庄 佛学这些思想 还有各种的艺术 各种的建筑 各种的文化的传承 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我觉得我们的根就是我们的文化 他说台湾首任秦府刘敏全和包工等历史人物 深受台湾民众喜爱 两岸同根同源文化一望 分不开各人团 对台湾的建设 铁路的建设 地方的建设 功不可没 他说两岸可以借助这些历史人物 扩大民间交流活动 呈现出两岸一家人 两岸一家乘 无线电视机者黄炎奇不得 去去如生的面素公仔 五趴撞烂还可以用水洗 一起看一下山东首尉人造的新一代面素 学烹饪出身的梁长乐 正在那儿精心创作 由面团初成的面素公仔 2014年他在上海做事的时候 有不少人订购他的面素作品 但是送货的时候容易损坏 于是他加入交机这种不容于水的材料 研制第三代面素 随着材料提升 和技艺的提高 梁长乐说 会制作一些传统题材新作品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沙海经理的神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西游记 西游记我想把八十一难 每一回的这个打斗场景 用面素的形式去创作出来 第三个我是想创作一个 就是山东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些名人 我想做一批就是能代表山东的一个 一个大型的一个作品 他还计划创作全国历史文化名人面素系列作品 无线烈士记者陈卫山报道 这次中华乐警报道完 欢迎收看开市大家准备 各位早上 欢迎收看开市大家准备 我和大家讲一下外围方面 美国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表现参差 两岸月比较加快上升 但按年比较持续收窄 但仍然略高市场预期 市场在估计联储局会继续加息 美国受到影响 导致连升两个交易日后由一个月高位回落 曾经跌超过400点 纳指方面是靠稳赌 港股是怎样呢? 恒指今早没什么方向 早上轻微高开3点 现在很快要倒跌 最新跌26点或21,087点 分行指数公用指数升 其余指数下跌 总成交方面27亿多 看看期指 2月跌17点 3月升10点总成交有超过5000价 接下来是活跃港股开市后表现 腾讯升1.4元 京东升1元 安踏跌6.9元 跌幅超过6% 美团靠稳 友邦跌8毫 民行集团最新报14.02元 阿里巴巴颁报102.5元 香港并没有起跌 另外领展 今天暂时靠稳 五报在54.25元 中银香港并没有起跌 五报在26.25元 另外8度升2.6元 恒生科技指数升11点 报4342点 先跟进焦点股份 友善电视结束30年收费电视业务 向政府申请交还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 获得批准 6月1号起 就会停止传送收费电视信号 有事件对于现有客户 会作出妥善安排 所有部门都没有裁员计划 股份今天伏牌高开45% 升幅略为回信 升幅4.2元 最新报是七仙 另外据报小米可能获准生产新能源车 集团拒绝评论报道 暂时小米偏远报在12.9号 至于其他新能源车股 比亚迪升2个月 蔚来升1元 小鹏跌2号 跟着航运股今天普遍下跌 波来的海干散货指数大跌9% 拖累航运股股价表现 暂时只有中国外运没有起跌 跌得比较急 包括太平洋航运跌幅1.7% 其余东方海外国际中远海虹中远海运港口跌幅不够1% 我们看看其他焦点股份 摩通反手减持美团 公司前一日以近43亿增持美团后 第二个交易日以较低价沽出超过3600万股 套现近56亿 持股量跌至5.8% 暂时美团股价偏远 预报147.6% 跌幅0.4% 另外 右储银行 获得The Capital Group增持 涉及4.8亿 持股比例升至半成以上 股价暂时偏远格局 另外 泰保和北京首都机场分别获得摩通增持 股价各别发展 泰保升幅1.3% 北京首都机场股份跌至3个线 另外 中海宏阳获得负贷国际增持 股价靠稳 3.37% 升1个线 公布了数据股份 平保上个月的保费收入升2% 股价偏远 人保保费收入跌至3% 股价没有跌至2.6% 财险收入升1% 股价暂时靠稳升2.7.25% 另外 潤地上个月合同销售按年升半成 股价偏远 非如科技方面 预料去年的亏损会收窄 最新股价没有跌至3.8% 其他消息股份 猫眼娱乐获得腾讯流量支持服务 雙方定立了营销框架协议 股价下个两只都暂时靠稳 升幅0.2%左右 另外 绿叶制约折让超过8% 倍股 集资大约8亿 股价暂时跌幅9% 外甲跌穿了倍股价 另外 腾胜博药研发抗粤股药 联合疗法内售性良好 股价反而急跌2.2% 最后 浩海生物科技暂时股靠稳 已近8400万回购H股 美元会价日元卖出价132.67 英镑1.2177 瑞士发浓0.9217 欧元1.0743 吴家园1.3346 澳元0.6978 新西兰元0.633 港元7.8476 这一直到开始 大家订阅完再会 各位早晨 我是黄仙河 先太一节最新消息 中国星期六开始 恢复签份南韩公民呼话短期签席 转提下 美国白宫说 日前击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 可能属于商业用途 和中国无关 美方又承认 在美加边境附近的邱伦湖 击落不明飞行物当时 战机曾经发射内枚导弹 第一枚导弹未能击中目标落入湖中 中方再次批评美方 以战机击落飞行物反映过渡 美国继续打牢和调查 击落的中国气球 以及另外三个不明飞行物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比表示 暂时没有迹象显示 美军在北美上空击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 和中国侦察气球计划有关 也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 承认和这三个不明飞行物有关 而根据情报分析 这些飞行物可能只是商业 或者学术研究机构的气球 属于良性用途 一旦骂获飞行物残骸 预料可以掌握更多的情况 不过阿比承认不明飞行物的残骸 部分内入难于接近的范围 加上天气恶劣等因素 令到搜寻工作有困难 自今个月四日 中国气球在南卡罗来纳州沿岸被击落后 美军战机先后在阿拉斯加 加拿大的浴空 以及美加边境附近的邱伦湖 击落不明飞行物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承认F-16战机在邱伦湖的击落行动中 曾经发射两枚导弹 第一枚导弹未能够击中目标 落入湖中未有救成伤害 外界一直关注美军出动战机 击落被指没有救成威胁的飞行物 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米利强调军方会揭尽全力 确保美国领土上空的射击行动 不会危及平民 包括在每次射击前 都会先确定有关空域安全 并在残骸可能落入的范围进行疏散等等 在北京 外交部就再次批评美方以战机击落飞行物 是反应过度 我们已经多次表明美方动用武力 袭击中国的民用无人飞艇 这是明显的过度反应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媒体戏称 美方是在用高速炮打蚊子 是荒诞又昂贵的大型政治行为艺术修 我们也提醒美方 小心用力过猛闪了腰 另外气球风波也蔓延至日本 防卫省确认曾在2019年11月 2020年6月和2021年9月 在日本领空发现气球状飞行物 经进一步分析 强烈怀疑是来自中国的无人偵察气球 将会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方 确认和飞行物的关系 并强烈要求今后不再发生同类情况 又说就算是气球 未经日方许可闯入领空 将会被视为侵犯日本领空 汪文斌就表示 希望日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不追随美方进行炒作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仪不道 土耳其大地震连同罪利压 增至超过4万1千人死亡 其中土耳其就有超过3万5千人丧生 是当地建国一百年以来 水伤最严重的灾难 灾区继续有人奇迹获救 联合国说救灾重点开始转移到震灾 世卫忧虑灾区爆发传染病 在土耳其南部哈塔伊 当地星期二晚 再有一男一女生还者被救出 当时距离大地震发生 已接近9日 有参与救援的人员形容 救援行动展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 是当地协助搜救的乌克兰救援队 较早前也救出一个被困205个小时的女人 虽然灾区还发现有人奇迹生患 但有联合国官员说部分地区 受过行动临近尾声 救灾重点开始转移到安置灾民和糧食供应上 在轮近地中海的医师行得伦 这艘军舰就变成临时医院 可以容纳300张病床 已经医治超过2000名病人 当地另一间军方临时医院的医生就透露 目前大部分伤者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但面临严重的创伤后遗症 心理健康更加值得关注 世卫就忧虑临时安置点的卫生状况 警告可能爆发透过水传播的传染病 而人群密集遇到加剧流感和新冠疫情传播风险 总统可以当形容 今次地震威力相当于原子弹爆炸 是建国100年来死伤最严重的灾难 又说地震中倒立的建筑 98%是在1999年之前建成 证明当局设定建筑标准有效 但承认应该更严格执行 土耳其的商会估计 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 可能高达大约840亿美元 相当于大约6650亿港元 无线电视记者李澤浩报道 有线电视结束30年的收费电视业务 向政府申请交还本地收费电视 节目服务牌照獲得批准 6月1日开始停止传送收费电视信号 有线电视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 有线电视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 到时会停止传送信号 有线说由于近年媒体市场结构急速改变 环球收费电视付费内容竞争激烈 未来会进一步推动战略转型 加强投资免费频道和多媒体服务 检视业务组合之后作出决定 截至去年6月有大约68万订户 有线说在交还牌照前 会尽力确保所有现有客户可以继续收费 和免费电视频道内容 亦都会采取一切可行措施 在交还牌照之后 市民可以继续接收免费电视频道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 有线近年年年年亏损经营环境困难 政府尊重有关决定 同时提醒有线要妥善处理订户的退出 或者转用事宜 以保障消费者权益 亦都需要严格按照雇佣条例要求 处理终止收费电视服务后继员工后续安排 有线就说所有部门都没有裁员计划 有线在本港经营收费电视接近30年 1993年6月 前清九仓有线电视 获政府发出收费电视牌照 同年10月啟播 近年股权多番变动 现在最大股东是新世界发展主席郑嘉迅 《无线电视》记者蓝军裔报道 行政长官回同行政会野 占立通讯事务管理局 就三间本地免费电视台 和两间电台的中期检讨和建议 其中在免费电视牌照当中 建议在现时每星期播放 时事节目时数之外 每星期额外播放最少30分钟 有关国民教育 国民身份认同 以及正确认识香港国安法的节目 声音广播牌子也有同类规定 当局也要求三间电视台 每星期播放青年人节目的时数 需要增加一倍 另外英语电台频道 提供英语广播总时数的比例 由不少过八成 下调到不少于五成半 去年年底成立的特首政策组 当局提交详细方案 合共有47人 每年薪酬支出大约6100万 强调与上届政府的创新版编制一样 这个政策组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个名字 就是叫做特首政策组 特首李家超一早表明 会重设类似中策组的单位 特首政策组最终在去年年底成立 由当时的立法会议员黄元山出任组长 再招揽组员 根据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 整个政策组合共有47人 包括八个首长级职位 分别是组长、三个副组长和四个助理组长 每年平均薪酬开支合共是3000万 组长即黄元山 月薪大概是30万 直接向特首负责 而39个非首长级的职位 平均年薪开支合共大概3100万 可以由政府内或外的人担任 当局强调 编制和上届政府的政策创新及统筹办事处一样 不涉及额案的拨款 政策组的角色是包括研究分析内地和国际的发展 就长远以提作前瞻性的研究 统筹市政报告的预备工作 评估民意等等 政府也都会成立特首顾问团 集合主要界别的桥楚 作为高层次的咨询组织 向特首提供意见 政策组将会提供研究和秘书处支援 各组也都会设政策研究专责小组 部份的项目可能外判 目标维持每年大概三千万的研究预算开支 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下周一将会讨论 无线电视记者陈介仁报道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 会多管齐下培育、吸引和网络人才 孙东出席香港工业总会 第一届香港创新企业加班奖例 说支持业界设立奖项 表彰初创企业家、啟发业界 借此激发创业精神 和鼓励优秀创科人才成为行业领袖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枢柳 今届有九个得奖者或是公司 其中年度大奖由斯某集团创办人贾家亚奪得 据中文大学终身教授 开发智慧制造平台、自动驾驶平台、医疗诊断系统等 利用尖端技术推动社会发展 经济日报 石平 老牌美之福特宣布 施资35亿美元 利用中资新贵领德时代技术 在密歇根州设电池厂 两企突破惯例 敲定新协作模式廉价量产 既可以协助福特追赶电动车龙头Tesla 替领德扩大国际市场 亦创建大量高薪职位 缔造多盈 中国维生能源先驱 对全球环保转型必不可缺 华府应该放低政治偏见 别还加合索障碍 东方日报仔练 在民进党政府刻意政治操作下 台湾不单止和大陆的交流 几近中断 和港澳亦都是波澜不兴 经济数据一片向下 台湾当局不得不低头 向港澳旅客招手重振旅业 台湾陆委会宣布 今个月20日恢复港澳居民赴台申请 并取消新冠疫情期间 实施的港澳居民入境管制 以为香港人又可以去到台湾自由行 在日本乐意限制本港航班升降量之際 台湾此举肯定可以起到抢客作用 文汇报写评 随着本港和内地、海外恢复全面通关 旅游业亦迈向伏偿 可惜出现导游、旅游巴和司机人手不足等问题 为重振旅游业 政府应该充分了解业界的困难 提供有针对性的资助和支援 加快旅业接待能力重建 恢复并保持良好服务 提升对游客的吸引力 多半日本航班取消 有没有打乱大家去日本上鹰的行程? 不过不用外游 香港多的地方都有樱花承开 一起看看 不过不用外游客 有没有打乱大家 敌人 我们的行程 有没有打乱人 我也要不过不用外游客 我们在这里 这件事情 已经有点少许 做建讯的 旅游、旅游客 的这些优优独装 都不大 有没有打乱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